不好意思 就是听了你刚刚一些回应 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平常我们坐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都会下来帮忙 那刚刚我们的车子放的不是很完美 但是对我来说这有无伤 只要把轮椅放上后车厢能盖得上 我们就很满意了 所以那之前呢 我们是一定要坐那个修理车的 可是现在我发现那个可以拆下来 所以普通计程车也可以坐 一般呢都是计程车司机都会下来帮忙 可是唯独您这辆计程车没有下来帮忙 那我也不在意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我可以自己做的 所以我也没说什么 但是你刚刚一席话 让我非常的感动 是不是可以请你 不好意思 可以请你再说一遍吗 我想把它录起来做成一个报道 谢谢您看得起啊 我是一个就像您说的 我是一个计程车司机 可是我跟很多司机大哥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本身也是个残障 所以当我看您这样子把轮椅搬到后行李箱的时候 我心里难过的我几乎都要哭出来 我一点忙都帮不上 很难过 然后再加上看到您在车上这样子的去安抚老人家这样子 哦 那个心里真的很不适之位了 每当再到老人家重病的老人家也好怎么样 只要有轮椅的我心里总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真的是一点忙都帮不上 不晓得该说什么了 总觉得您母亲有了您这位女儿啊 不许此生啊 真的不许此生 我们就谈到这儿好不好 我眼眶已经泛红了 不谈了不谈了 谢谢谢谢 您真了不起 真的您真了不起 其实这时候的我 眼泪都流下来 我何尝不是了 眼眶一直泛红 总是觉得说一个大男人 这样子在您面前这样哭哭啼啼的 不像话 不像话 真的有事态 有事态 请您多包含 不过真的是 哦 感受太深了 感受太深了 谢谢 千万别这么说 千万别这么说 您稍等一下 我尽量给您往前再靠一点点 让您能够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 我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然后您稍等 我请 没关系 我还是要请 他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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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下来的 好好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